一股神秘的巴掌 扇向了女孩 正当女孩不可置信时 迎面再次扇来了一个巴掌 可女孩的父亲根本没有动手 随后菜花便冲出门外 再次找到了那个神秘的盒子 只见盒子里的飞蛾直冲她的身体 当大壮赶到时 恶灵已经附入了她的体内 没多久 菜花被母亲接走照顾 就在这时 母亲也发现了菜花的异常 她发现菜花会经常半夜啃食生肉 可当她想要靠近时 女儿却趴着躲了起来 甚至还直接打翻所有餐具 正当恶灵想要彻底杀害母亲时 好在恢复一丝理智的菜花清醒了过来 另一边 大壮找到了法力高盛的驱魔大师 询问此事 大师健壮直接说出 这是怨气很深的恶灵 一般人根本敢不走她 随后他们便赶紧寻找菜花 可他们不知道菜花的母亲 已经带着她来到医院 做起了何此共振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影像显示菜花的身体内 竟然有一个小孩 但还没研究透彻 科室内的灯光就开始忽明忽暗 好像恶灵在对此表示不满 就在恶灵大开杀戒时 还好大壮及时赶到 故事的最后 恶灵顺利地回到盒子之中 一家人终于解脱 可就在大师准备销毁盒子时 对面直冲一个卡车 人车瞬间全部报废 但诡异的盒子 却安然无恙地在马路上 好像在等待下一个宿主